一定都要去认识 因为他不是真的好吃 就是真的是土财族 才能这样开 转角就遇到干爹干妈 或遇到爱 真的啊 你这么缺干爹啊 你亲爹就已经很够用了吧 但是 亲爹很口啊 真的 这不是吧 这人家客厅耶 真的是有卖两面啊 真的 这看起来是你的客厅 是我们自己家 是他们客厅啊 是他们客厅 没错啊 对啊 所以 你连了之后在里面用吗 可以 所以你一次只能接三个客厅 没有啊 你坐在这边吃 蹲的吃 站的吃 躺的吃 都可以 就是不能在客厅吃 都可以 那因为 对 那可不可以 给我们看一下面 因为他们两个第一次来 给他们看一下 你看 郑和八斤的有对不对 面语 他也有素食的啦 原味 然后鸡丝泡菜也有粽和 那我们就点个粽和啊 好啊 好吧 我们点三个 好 那我们去融住下 对 我们在融树下做的 Rubicon 虽然你再唱下去会被发现 不是 但是真的就是融树下这件事情 对老台湾人来讲是很共同的记忆 大家要聚会 其实都不会在房子里面 都会在融树下 其实整个台湾的环岛公路上 你常常会在路边或者是小乡 小乡村小海边 看到那种很不起眼的小店 这种不知名的小店你最好去 因为你只要想一个东西就好 他能够在一个偏僻的地方 还能开一家店 那个东西都会非常好吃 而且食材会非常新鲜 反正一定都要去认识 因为他不是真的好吃 就是真的是土柴主 才能这样开 转角就遇到干爹干妈 或遇到爱 真的 你这么缺干爹 你亲爹就已经很够用了吧 但是 亲爹很口 真的 泡菜很好吃 对 泡菜很好吃 他说泡菜你可以先吃一口泡菜 再把汁淋下去 我先吃三块三块鱼 吃个原味 然后我吃一口泡菜一口凉面 如果说 可能就喜欢整个就倒进去 对 这凉面比那些 厉害了吧 但是 对不对 很爽口对不对 比那些要排队好吃很多 你要能在穷乡辟长的 还不是路边 再进来的地方能够开一个凉面 开二十几年 你真的来试试看 不用讲都没用 泡菜好好吃 泡菜有一种 就是吃进去会回甘的点味 其实也不会到很辣 老板 你感觉这个 感觉这面条 应该也是从市面堂叫来 怎么你的面感觉特别的弹 这个是我师傅的好朋友 做他做的事情 这个面做不了 这个凉面跟我们一般吃凉面 用的那种油面是很不一样 不一样 吃起来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 不要不要跟他拍照 吃他不错 他说他挺稠的 真的啊 那就取了吧 取他儿子吗 取他儿子 你这吃起来很爽口 他的麻酱不会很腻 对 因为一般的麻酱很容易让它变成 固固 对 你一定要想办法去拌 可是我们这没有任何 没有特别拌它 你就可以感觉到 那刚刚除了那个酱以外 我要加这个辣辣的 辣油 你没加麻酱啊 不过有有有我加了一点点 你再加一点点 你应该全家 我加了一半 你要全家啊 对 你应该全家 而且你的蒜也没 你到底是不是美食主持人啊 要全家啊 有啊 我都加一点点 我都加一点点 要全家 听到没有 强烈建议要全家 全家 对 全家辣油很香 辣油很香 辣油很香 不用怕 真的 这个很难得 真的啊 这个我自己吃 它辣油很香 它这个泡菜我好爱 怎么会有人偷吃凉面 能把麻酱加一半 是什么样子 什么意思 一开始怕太咸了 要吃凉面 现在老板走人家 说实话 怎么那么怕 以我个人的见解 主持搭档最好不要吵架 最好 谢谢你